这次上课大概会重点回顾一下 上次第三次上课 因为礼拜五时间等于是六个小时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主要是讲到有关换回圈部分 那我讲过了换回圈跟4回圈 如果你要把4回圈的程式改成换回圈的话 那其实主要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你的初值 因为4回圈一定会有从哪个数字开始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条件 别人坏回圈后面一定就加一个条件 当他为true的时候他就去做 如果不为true就false的话 那就是离开这个回圈了 第三个就是他的步进值 step有没有 就是他for回圈会自动加1 但是坏回圈不会自动加1 所以如果说你要加1的话 那你底下可能要写一个i等于i加1 或i加等1 就是让他这个i的值要往前加1 如果说你要加2加3 其实都可以了 就是再加多少的持 ok那for回圈这部分都有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比较有个范围性的话 建议是用for回圈 不要用by回圈 另外的话如果他只是一个条件 比如说他一直哪个条件为处就做 哪个条件为处 他没有范围的 像之前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例子 其他好几个例子 就是他只是做 做什么就是一直做就对了 不要画一帽号 反正你就一直做就对了 画一帽号的话 那就是用坏回圈 如果你用for回圈的话 那当然不掐 因为for回圈我根本不知道说 你到底要猜几次 比如说我们那个猜数字好了 我怎么知道你会几次猜对 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你可能选择用坏回圈 相对的会比较适合 ok 那其他还有像mancecai这个 这个mancecai就是把1到12月份的英文 把它做有点像类似考试题的 ok 不过这边的话会多用了一个所谓的串列 也就是你1到12月份的英文 你一定要有个地方让他去放 那放在哪里呢 就是放在list 放在清单 就是放在串列里面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是在那个什么呢 esale里面 相对比较没这个问题 为什么因为你直接可以放在esale的清单里面 ok 然后另外的话呢 当然还有所谓那个剪刀舌部 不过那部分我请各位同学自己练习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讲到有关串列的使用方法 串列哦 ok list 那我们大概几个练习 如果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让使用者不断输入资料 然后把它存起来 输入存起来 输入存起来 那我们如何 第一个新增一个空的串列 ok 中瓜虎 第二的话呢 用append的方法 把什么呢 把那个输入的分数 加到这个串列 有没有 加一个中瓜虎就一个成绩 第二个的话 逗点 第二个成绩 逗点第三个成绩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最后 如果说你要做加总 就外面八个sum sum那个串列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要算里面有几个 就是LEN 有没有 如果你要算平均就是sum除LEN的结果 那就可以把最后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当然呢 如果说我们后面有个版本 如果我希望呢 那个成绩 假如我们预先已经输入了 比如说输入到哪里 输入ENG好了 这边有好多个成绩 有没有 那我不需要说一个一个慢慢输入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办 第一个哦 我可以读取进来 读取 所以特别是哦 在那个 Python里面读档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你就记得什么 F等于Open嘛 Open这个方法 瓜虎里面就给它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你档案叫什么名称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讲这个嘛 读取那个 就是成绩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是 应该是这个 练习题 读取 这个是读取 那就把那个资料给读进来 判断指数 在这里 成绩 把它放好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后来又练习 外部读档 那除了说呢 读取那个外部的成绩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另外一个练习 就是我利用云端白板上面的 有一个档案叫Member 所以我在最底下有一个 放一个叫Member.tst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档案给下载下来 把档案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下载成纯文字档 下载之后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档直接读取 并且秀在哪里呢 秀在这个下方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上个礼拜当然我就先用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会发现 在那个Python里面要读档的话 其实程式非常的简单 大致上就是两行三行就可以搞定了 那Open什么后面就加什么 第一个参数是档案名称 有没有 档案名称叫什么 Member.tst 第二的话呢就是 我们要读取就R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后面 需要多一个编码方式 如果说今天这个档案 是在微软的环境下建立的话 那encoding等UTFR就不需要 可是如果这个档案是像 像从Google上面下载的话 有没有 或者是说你可能从非微软阵营 产生软体产生出来的那个档案的话 那你要加一个encoding等UTFR 但是如果你是用微软内部 所做出来的那个档案的话 那就不需要 OK 我前面讲过了 反正就是微软它很大嘛 对不对 那它就不要用UTFR 它用其他的编码方式 因为我们目前开发 它是在Windows底下 所以它就是以什么 以那个微软的那个CP950为主 所以如果你假设像 因为这个档案 我们是从Google的云段白板下载下来的 所以必须要加一个encoding 这个UT28 然后另外的话 读取的话 我们可以什么 F这个物件 Open之后的话呢 前面这个F 它就会产生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的话就是一个物件 一个所谓的档案物件 我取名称叫F啦 当然你要取别的名称也可以啦 你取什么File啦 只要不要是保留字就可以 那它里面有一些方法蛮重要的 如果说你要读取全部就read 如果读取一行就readLive 如果你要读取很多行就readLive 大部分就是这三个方法 其实就够了 你会发现这三招就足够怎么样 把外部档案读进来了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读进来的东西 它会放在一个S的字串 那我再把它print了出来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就全部读了 也就一到五十的 有没有 全部读取了 有没有 三行就搞定了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 我要想要做一些变化 我希望的结果是 这边有五十个会员 我只要列出前十个 前十个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呢 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只要列前十个 怎么做 这个时候当然你用read的 可能就会有问题 因为它全部嘛 那如果你用realize的话 realize 它就是一行一行的 帮你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读到串列里 那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只要从第几个到第几个 之后的不要 那你跑个回圈就好了 用for回圈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是说 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读取是这样 如果我只要读前十笔 前十个会员的话 该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比较复杂一点 而且也常常遇到 因为你们以后做 那个网络爬虫的话 一样嘛 爬一定是爬全部啦 可是问题 你不是要那个网络上 全部都知道 你只要 你要的那一些栏位吧 所以你要如何剔除 你不要的 留下你要的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第二个问题 我如果希望 只留下姓名跟手机 因为这边有五个栏位嘛 编号姓名 生日 血型 手机 那可是我现在 我的需求 我只要姓名跟手机 这两个栏位就好了 其他栏位 我不需要 可是问题 程式如何修改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上礼拜我们就会 讲到这里嘛 看起来不是很复杂啦 程式也不多 但是你如果可以 把它写出来的话 以后你要做一些 网络爬虫 就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 如果你连这个都写不出来 后面你要爬什么 都是个问题 因为爬 反正爬很简单嘛 爬下来 可是问题爬下来 之后你要留下 你要的部分嘛 然后再来怎么样 输出到你要输出的地方 也许再输出一个档案也可以 或者是说 你要输出到资料库嘛 所以后面我们就会 接着继续讲资料库了 那资料库跟档案比起来的话 其实资料库 使用的机率会比档案高太多了 因为基本上 程式如果没有资料库的话 那这个程式要做什么 因为你错完 一定要有地方放嘛 你有种各地方读资料嘛 所以资料库 所占的重要性 有时候甚至比那个城市本身还更重要 可是呢 要怎么做 没关系我们按部就班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部分 先把它开起来 就读取会员资料档案 那我应该是放在我们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几个单元呢 第五个单元 OK 所以上个礼拜 最后讲到这第五个单元 这是串列啦 一些相关的方法 然后这个是逐笔输入 后面的话呢 就是把它全部读进来 全部读进来 就在这里 有没有 三步骤 开启 读到串列 输出 OK 就刚刚 就是这几行啦 其实就是这边的方法 OK 那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只读取十个 然后呢 两个栏位 试一下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读 只读十 也许你分两个步骤 我们现在呢 是读取什么 读取全部哦 可是如果今天只要读到第十个 这地方该怎么办 所以我最后显示 不要显示全部 只要前十个 这地方该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是只要姓名跟手机 两个栏位 诶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想说 诶 我就不能全部读了 所以我这边可能要第一个 把read改成realize 诶 realize 这样的话realize 其实就可以 去把那个每一个 一笔一笔的资料 做切割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就是 每一笔资料 其实这个每一个 会员就是一笔RAKE 一笔记录 其实资料库里面 就是一笔一笔的记录 就是在e-sale 就一列一列的吧 那我们如果要 只要留下 两个栏位的话 那当然你需要什么 做资料切割 切割的话呢 其实如果在那个 e-sale里面 就类似这样资料剖析啦 然后剖开来 剖开来之后 留下你要的部分 那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哦 谢谢大家